娱乐圈 娱乐圈中总有一些女明星们,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,也不惜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,干出一些让人想不通的事情来。 董洁当初被网友们称为示娱女,长得漂亮又非常的温柔,嫁给潘岳明后也过得很幸福了。 但是在宝初她竟然出轨后,她的形象便彻底的崩塌了,而且当初还与潘岳明在网上公开互资,也是让网友们看清了她。 啊,白白和出轨的事情,也是让网友们震惊不已了,光明正大的给陈宇把带绿帽,让网友们非常的痛恨她。 从那之后,她的人气便开始吓滑,而且网上骂她的声音更是一片,后来还说,两人在几年前就已经离婚了。 姚迪,当初与文章合作了婚婚时代后,两人便因细深情,感情本来是对的,但是也要看人的,文章可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。 网友们对小三是最痛恨的,因此,她的大好前途也给毁了。 网友小必不用说也是知道的吧,真的是非常的可怜。 王宝强了,自己的老婆跟经纪人有一腿,自己还像个傻子一样的被蒙在鼓里。 两人还一起合伙选走了她的财产,现在连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的啊。 这第一名要书玛雅书了,说到她大家应该知道的吧,是吴奇隆的前妻了。 当初,她与吴奇隆的事情闹得是人间皆知,也是很心疼吴奇隆了。 被自己的老婆这样对待,还要背黑乎。 玛雅书跟刘诗诗对比一下,简直就是与你这别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